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人都猜测除了在地球有生命之外 在宇宙之中是否像人一样的生命存在 因此不少人都热衷于寻找外星生命和外星人的存在 在人类寻找外星生命的过程中 曾有不少新闻指出有人亲眼看见外星生命和不明飞行物 但是最后都被证明只是一些人为了热点而伪造图片和故事 人类寻找外星生命多年无果 也有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 在宇宙中外星人存在的几率非常小 人们对于疑似发现外星人新闻的相信程度也越来越低 寻找外星人的热度也越来越低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渴望人类有一天能够发现在宇宙中 有人像人类一样的外星生命体 这位年近87岁的长者是UFO界殿堂级的人物 鲍伯迪安是前美国司令部军事长 在军队期间一字偶然的机会使他接触到不明飞行物 从此之后他的一生就是与外星人紧紧相连 作为国际两大揭秘专案 卡比洛特揭秘工程和星际政治揭秘工程的主讲人 他几十年来一直公开演讲被掩盖的外星人真相 他一直以来来自其他星球的外星人保持友好关系 甚至被外星人带到飞船外星球 住了六个星期 在这六个星期的奇特经历中 他看到了领先地球几千万年的外星科技 看到了外星人的样子 看到了人类的未来 鲍伯与UFO结缘于1963年 当时他申请并获得授权 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执行一项任务 于1963年夏天到达巴黎 随后他的安全等级升级到了北约的最高一层 叫做宇宙绝密级 之后鲍伯被派到了盟军作战指挥中心参与工作 就是在这个作战中心 他接触到了UFO研究 当时北约组织的雷达老是捕捉到数量众多的金属圆盘状飞行物 这些不明飞行物在20分钟内可以轻松飞过欧洲大陆 然后从雷达中消失 且苏联和北约组织都以为是对方的飞行器 后来他们才明白这是地外生命的飞行器 就是这一次相遇 鲍伯对UFO入了模板的着迷 他们是谁 他们来自哪里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此后几十年 鲍伯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结论是至少有四个外星人团体 自从人类诞生就一直在监视和拜访我们 有一种长得非常像人类 他们可以坐在餐厅大剧院或者公共汽车里 而我们却无法发现他们几乎无处不在 他们有些是跨越遥远星星而来 有些来自高维度空间 他们可以随意开启新门来到地球 部分外星种族灵性高度发展 他们的科技水准我们几乎理解不了 在我们看来 他们的科技就如魔法般不可思议 他们一直在作为监护人 一直在观察我们 而不是强制干预 鲍伯不仅仅只是研究UFO 他甚至与外星人发生近距离接触 或许由于他有军队背景或是其他原因 鲍伯至少被外星人六次带到飞船上 第一次发生在2003年 而且持续时间居然长达六个星期 迷糊的鲍伯甚至不清楚 自己被戴上的是飞碟还是外星母星 2012年的一次采访 他向公众公开了其中的细节 鲍伯表示这些外星人长得很像人类 然而当盯着他们的眼睛看时 会发现他们眼睛深邃而强有力 他们交流全程是用心灵感应 飞船积极的庞大 里面有温暖的阳光 微风吹拂着脸庞 仿佛公园的一角甚至是一个小型城市 鲍伯看不到任何交通工具 最后外星人把他带到了一个类似图书馆的地方 用一个装置向他展示了西元前三零零石 亚历山大地和古波斯的战争 那画面如同回到历史现场观看般清晰 里面似乎包含着人类过去 以及未来的一切资讯 晚上休息时 鲍伯被带到一间休息室 外星人还给他送上高科技睡衣 鲍伯拿着一张类似功能表的东西 随意点什么二十分钟内马上做好 这情节我们只有在星际迷航看得到啊 鲍伯在采访中多次谈到 他与外星人接触是学到的东西 根本没有死亡 我们的灵魂是永生的 整个银河系甚至宇宙 就像是一个学校 我们在不同的星球之间轮回体验 而鲍伯前世曾在其他次元和外星球生活过 而地球是一间最为特别的客室 因为我们在这里体验的东西 远比其他高文明星球有难度 他多次也表达了一个观点 爱是宇宙的源泉和力量 人类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这是地球提升意识的重要阶段 在一次公开演讲中 鲍伯望着这张星途感叹 这是我们的源头 宇宙中我们并不孤独 近日欧洲南方天文台宣布 在2028年宇宙将会发生一次 引力透镜事件 引力透镜急距离地球遥远的天体 发出的光线受到了恒星引力的作用 天体的光线会发生折射 那么在遥远天体上的事物 就会因为折射的作用 像一面镜子一样 能够被天文望远镜观察到 所以如果在遥远天体上有外星生命 甚至外星人的存在 那么人类可以使用天文望远镜观察 被折射的光线 看到在遥远天体上的外星生命 天文学家指出 这将是人类寻找外星生命 千载难逢的机会 早在1916年 爱因斯坦就曾预测过 在宇宙中会发生引力透镜事件 这将帮助人类观察更加遥远的宇宙 如今科学家已经锁定了几颗 很有可能存在着外星生命的恒星 其中比灵星壁是重点关注的对象 因为科学家们猜测 在比灵星壁上可能存在着海洋 而这就是一颗恒星能够孕育生命的条件之一 能够在十年之后迎来发现外星生命的机会 不少人对于引力透镜事件的到来感到非常激动 也许困扰了人类近百年的外星人谜团就此揭开 但是这也让不少人感到担忧 如果在宇宙真实存在外星生命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引力透镜去发现它们的存在 那么外星生命也能够通过同样的方法 发现地球的存在 人类的存在 我们的存在也许不会对外星生命的存在有威胁 但又有谁能够保证 外星生命的存在不会对人类造成生命的威胁 宇宙如此之大 人们不止一次设想过是否有外星人的存在 如果真的有外星人的存在 为何他们从目与人类接触 对于这一问题 霍金给出了他的想法 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在霍金看来 就算外星文明足够发达 也无法抵达地球 因为打造一艘飞船的代价太大了 且不说穿越宇宙来到地球 需要多么特殊的金属材料 以及现金的动力能源设备 就只看材料的费用 就足够外星人喝一壶了 在电影中打造一架飞船 至少需要400亿亿美金 还只是一艘飞船的消费 如果是一个飞船军队 花销更大 所以只是计算外星人 想要抵达地球 并且侵犯地球所用的开销 就知道外星人 为什么不会前往地球 与人类接触了 此外 地球内部存在着分裂战争 这种情况 在外星人的国度也可能存在 这种情况 国家不能统一 以星球为正体前往地球 建造飞船的开销用度更大了 当然 这都是有外星人的前提 科学家费米认为 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外星人 并且文化比人类先进一百万年 在这一百万年期间 外星人早就能够抵达地球了 迟迟不见外星人的身影 不就意味着宇宙中不存在外星人 或计关于外星人不侵犯地球的言论 也是在费米提出这一观点的基础上 表达出来的 如果外星文明真的比地球文明 要先进一百万年 那就意味着地球是绝对危险的 目前外星人没有踏足地球 只可能是因为一些需要时间解决的问题 或者是尚不知晓地球文明的存在 如果再给外星人一些时间 等到他们做出能够探索宇宙 踏上地球土地的飞船时 地球处于绝对危险的状态 因此霍金曾经警告过大家 千万不要试图与外星人取得联系 不然很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灾难 然而依旧有人尝试与外星人取得联系 试图证明外星人的存在 其实外星人存在是否与我们都没有多大的关系 就算知道有外星文明的存在 以及地球目前的经济实力 以及科技发展状态 根本无法探索外星文明 而且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外星文明究竟有多先进 如果真的比地球先进一百万年 被他们知道了地球的存在 在外星人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后 第一个可能就是踏足地球 并殖民地球 小伙伴们 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 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